吃牛排用刀叉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吃拉面也要用上刀叉 可见呢这个拉面里头可以说是大有来头 位于这个淡水火毛城对面的一间 红烧羊肉拉面店呢 不仅是别具风格的装潢 老板还是一位呢这个年轻帅气 又有型的斜杠青年 而他会投入开拉面店 也是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吃牛排用腹的刀叉看起来相当正常 但是吃拉面也要用上刀叉 可见这碗拉面里大有来头 位于淡水火毛城对面的这一间 红烧羊肉拉面店 不仅是有别具风格的装潢 老板可是年轻帅气又有型的斜杠青年 而他会投入开拉面店 也是有一段的小故事 以前在那边打工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在那边做 就是公读生 那也是负责就是整理环境啊送餐这样 但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对吃有兴趣 然后我那时候又要去美国留学 所以我刚爸那时候就教我很多 就是烹饪的技巧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就是种子就萌芽在 就是那时候就觉得 其实做吃好像也蛮有趣 而且可以让别人很开心或很满足 老板陈志恒年仅34岁 在就读淡江大学的时代 吃到原本位于巷弄里头的红烧羊肉拉面店 因而爱上了这个味道 进而到拉面店里打工 也与当时的老板与老板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还成了他们的干儿子 而后来陈志恒毕业后 先去做皮革设计 喜爱皮革制品 创立了自己的皮革品牌 又非常热血的徒步环岛 走回起点站淡水 撰写了旅游书籍 那因为他们就是退休 然后因为我干爸那时候得生病得癌症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想要来学习 我那时候刚好徒步环岛 然后就是最后 因为我的出发点是淡水 那我终点也是走回来淡水 那就一直都跟他们有联络这样 后来他们就有问我 有没有这个兴趣 那我那时候是就是 因为我干爸就问我 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那他既然就愿意教我 那我就说好 那我就把它学习起来这样 老板说某天回到台湾 就接到淡水 芦州 红烧 羊肉 拉面店老板 干爹因为生病 身体不堪负荷店里的工作 想把店收掉的消息 他立刻就与干爹见面 在理解干爹 舍不得这间店里20多年的岁月 所累积的味道与感情 完全没有餐饮基础的他 二话不说 就决定接手淡水 芦州 红烧 羊肉 拉面店 而学习了一年多 就扛下这美味传承的责任 杨西这个部位的料理 那其实试了蛮多次 因为失败蛮多次 因为这个部位 其实相对蛮难处理 它需要长时间的炖煮 所以后来一直 就是尝试 然后失败 然后再尝试 然后最后我们才觉得 这品质跟口味 都可以让客人会喜欢 我们就推出这个 就是视觉上看起来 又可以让客人吃得很饱 那它的肉量其实又蛮多的 那搭配我们 就是这个沾酱 就是我们专门来沾羊肉的沾酱 它是我们店的特色 店里头到处都可以看到 老板的皮革制品摆设 还有许多他过去徒步环岛的书籍 而说到食材料理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拉面的面条本身 是自己调配许久 到最后找到适合的面粉比例 委托工厂制作 而滚水下面抓准时间 捞起后空碗过热水 再用凉水冲面条保持弹性 再放入羊肉 羊筋 青葱 以及小豆芽 摇入两大匙的热热红烧汤底 最后再放上一小匙的羊油 而羊肉肉直细嫩带嚼劲 羊筋则是属于比较Q弹的口感 搭配前期的卤制处理 吃起来只有羊香味 而没有羊烧味 所以假如我现在安装这个 就是监视器的系统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蛮放心的 不管是说在对着结状这边造的 那除了说就是收钱 会避免可以有争议以外 还有安全性是怕有时候 我们不在店里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闯入 那其实开店就是主要是 安全性是最重要 老板在店内除了具有风格的装潢之外 还选用台湾大宽屏 数位智慧监视器 帮助他能够保障店内外的安全 而且会选在红毛城对面开店 走出原本大学学区的巷弄 老板说除了学生喜爱之外 他也希望能够让观光客 还有更多人 吃到这个传承的美味 记者许多印淡水采访报道